我們進入第二回合 男人就愛裝懂要面子 不會就不會 可不可以不要來瞎小火 那也不要那麼時間 每次都要我幫你散後面 黎妮先來吧 對 我們家老公就很愛不懂裝懂 就很愛愛面子 以前我確實不太懂電腦 以前在用那個PC系統的時候 我不太會用都讓他教我 可是後來我們都換Mac系統了 然後有一天我就是要寄給朋友 一個文書的檔案 但是我要把它從Mac系統 轉成PC的系統 然後呢 可是因為我不太會弄 我就在網路上查 然後我就按照網路上查到的一步一步的做 當我快要做完的時候 他大人就來了 就開始就說你在弄什麼 我就說我要把這個轉成怎樣怎樣 他就說我來幫你弄啊 我會啊 我先買的啊 我幫你弄啊 我就說可是你都弄音樂 這是文書檔 你可能不太知道 而且我已經查到了 我快弄完了 他就說我來弄嘛 我來弄嘛 那個時候如果再不給他弄的話 他已經開始要翻臉了 他的臉色已經不好看了 所以我那時候還是很適向的 就說那你弄啊 然後他就在那邊 就把我原先做的步驟全部都退回去 然後重新開始 然後東貼西貼東貓西弄 弄二三十分鐘之後就說 哎唷 我不會弄 你自己弄好了 你剛剛不是在網路上查到嗎 你自己還是在網路上弄好了 那你幹嘛來亂啊 我剛剛頂多再三五分鐘 我就已經完成了 你來亂什麼 面子嘛 總要記一點力嘛 要帥一下嘛 你為什麼要這樣 不是 我們家以前都是用PC 他所有的文件 包括要給製作單位一些照片 或是文件 都是我幫他處理的 可是我長大了 對 在跳過那麼多年來以後 我們現在我們兩個都改用那個 Mac的電腦這樣 其實我一直是用音樂這一塊 然後這個文書這一塊 我並不是很熟悉 那你就不要 那一天他弄了很久 他確實弄了很久 我是好意歸說 你現在如果不懂的話 我來試試看 我說我來試試看 那我確實去試了以後 我覺得這我還真的不太行 我說那你自己弄吧 他剛剛試了以後有捲舌 對 蠻清楚的 確實去試了以後 我覺得這我還真的不太行 對 現在很注意發音嘛 是這樣啊 所以我是盡我能力 幫他去處理這個文書 但是 我又沒給你求救 是你自己很雞婆 那你覺得他讓你很沒面子的是什麼 心直口快嗎 對啊 因為雨妮她就是心直口快 很容易得罪人 像我之前我在內地做節目 那幾年前 然後剛好是那時候 內地那個節目的導播也是我們台灣人 但是雨妮第一次到內地 做這個節目她是當女主持 她非常她很緊張 在台灣呢 平常在台灣的時候 這個導播跟雨妮 我們常常在一起都很熟 常常會鬥嘴啊 或什麼都相安無事沒有問題 但是到內地以後 第一天錄影 雨妮是女主持 然後導播一進來就開玩笑了 就說 欸 今天主持人是誰啊 喔 楊雨妮啊 她會主持嗎 沒有人可以主持的嗎 一定要找她嘛這樣 這當很多人面子在講 楊雨妮 開玩笑 那雨妮又興致又來了 想說在台灣一樣 大家互相鬥嘴 鬥來鬥去 事後導播就跟我講 陸愛妮導播講說 阿健啊 以後妳跟妳老婆講喔 那不要跟我這樣 一句來一句去的 我會很沒有面子啊 我是導播耶 她不要搞錯了 所以我私底下 我有跟雨妮講說 欸 雨妮啊 妳這樣子跟導播這樣衝來衝去 她是個導播 妳要給她一點面子啊 這樣子我很難做人 我是這樣跟她說 趕快幫我訂一張蘋果給導播 你不用了 不用了 台灣導播不用了 也不是啦 可是因為雨妮新人 那妳已經是 不是 她那個 妳可以私下跟我 我們都鬥來鬥去都沒什麼關係 那她就是在錄影 我就站在這 然後那個導播就通過耳麥 所有人都聽得到 她就在上面說 這誰啊 誰主持 現在是沒人主持的 是不是 楊玉妮是不是 那我可能就叮回去 我就說導播是誰 我也沒見過啊 導播是誰 就是這樣叮她一句 那她可能就不太爽 然後她就跟我老公講 可是我就是覺得 妳是我老公 不管別人怎麼講 妳是不是應該站在我這一邊 而且是導播先講我的 我又沒有鬥她 我去那邊主持得好好的 我也沒有先開口去鬥她 是她現在要來鬥我 所以別人跟你告狀的時候 妳是不是應該先說 是妳先鬥我老婆 我老婆才生氣的 妳是不是應該要先這樣 這句話 妳要維護我 這句話 真的太沒力了 我覺得不行 真的太沒力了 這句話我只能在私底下跟你講 我不能當那麼多面子 給她沒有面子 妳跟她鬥嘴 妳還是鬥輸過 妳從來沒有輸過啊 那是她過 對啊 那當然因為就是 因為就是那麼熟的好朋友 她才會在開麥給妳講說 這到底是誰主持 你還這樣頂回去 但是大家太熟是好玩 是這個 而且又工作了 妳看開玩笑的剛好說 嗨 導播妳好 我是楊羽霓 等一下路好再揍妳喔 這樣就好了 就是比較玩笑方式就好了 對啊 他們都在開玩笑 其實都在開玩笑 好 接下來第二棒 好不好 甄莉姐還好說一下 我真的覺得啊 男人就是那個愛那個面子 而且40歲明明就勝張嘴 永遠不承認妳知道嗎 像我們那個球隊 就是因為都是男生 大家一起打球 所以你知道那些男生 都會在講一些那種 五四三的話妳知道 那女生在旁邊其實聽一聽 我們其實都放空啦 就沒有再去聽他們內容 因為妳知道那幾個 四五十歲的男生在那邊講 就比來比去啊 說自己多厲害啊 幹嘛幹嘛 反正講那些 妳會覺得很無聊的事情 說我們都會放空 多厲害啊 放空 可是妳放空 其實我就不想聽 可是不想聽之後她還會 朋友就會跟她說 欸 妳老婆剛好在這啊 問妳老婆啊 是不是真的這麼厲害 就還要妳硬喝一下 我們在旁邊沒事還對不對 就不講話都還有事情 還要 對 最近常胃疼 都頂到胃了 好多面子 妳放什麼 妳做得很好 所以對不對 我是不是個好老婆 要講到這個位上 太好了 真的太好了 沒有 我是不是好老婆 好老婆要說頂到肺 沒辦法 為了 太過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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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妳的肺啊 聽妳的肺 太過肺了 那才是做面子 還吐舌頭 對 像我老公也是那種 就是他不在等紅綠燈 看到紅綠燈他就轉彎 碰到紅綠燈就轉彎 所以都在走那個巷子 你知道嗎 然後覺得 可能不要等那個紅綠燈省時 可是其實有時候走巷子 根本不省吃 因為並不是棋盤隔的 你知道有些是歪來歪去的 所以有時候約好的事情 可能我們要過去跟朋友約好 到了那邊可能遲到 差不多40分鐘左右 甚至一個小時 可是他永遠都說 都她 妳罵她 就是一天到晚出門動作慢 妳要化妝又幹嘛 我根本沒有耶 哇 妳就要吞了 我只是坐在那裡 真的 為什麼 為什麼老婆都要忍受這些咧 這就是 男主外女主內 少了 男主外女主內 女威過什麼 女威過什麼 我遇過就是女孩子 她就是很不得體 然後 我以前小時候在日本讀書 然後好不容易在台灣 然後日本同學會 然後我們一起去吃飯 然後就帶女朋友一起去 然後大家分享介紹完以後 你知道因為我們都有年紀了 那當時的高中的校花 我們大家可能會介紹 她是我們班上最漂亮的那一個 然後她就會一直看 然後我們大家就開始聊天 她就像個雕像一樣 一直看 都沒有動 有這麼美喔 不是 妳當時我的想法可能也是這樣 結果後來大家開始吃飯吃吃吃 然後她還是這樣看 好尷尬 對 那我想說她會不會在嫉妒 結果那女孩子去上洗手間 她就直接回頭跟我講 她鼻子做得好假 而且就是那種 整桌都聽得到的那個聲音喔 Oh my God 是不是很歪腰 我那時候刀叉都快掉下來了 那是滿尷尬的 吃醋 OK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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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過什麼 我覺得男生真的很愛假的 就是我自己個人啊 都會喜歡買一些櫃子回來自己組裝 因為比較省 然後我就會發訊息 可能就是我在組櫃子那一類的 然後就有男生看到就是自告奮友說 這個工作就是男生該做的 所以我來幫你 然後因為她來的時候我已經組得差不多 一個塊組好了 然後我在釘後面的層板 然後她就開始說 你那個手不能離太近 你這樣子會敲到 而且這個位置要畫好 要不然的話你會釘歪掉 然後我才釘歪掉一點點喔 她就說 你這個不行 還是我來幫你弄 結果呢她就 我就看她在那邊弄 然後默約五分鐘之後 我就看她這個臉 然後我就走過去 我說怎麼了嗎 她說 這個其實 我覺得她設計不良 她沒有那麼好聽 我就撇頭下去看我的櫃子 她把我整個層板給釘歪了 然後我說 欸 你才說我釘歪 你才釘歪吧 你知道我連站都站不起來了耶 然後她就說 我又不是木工 對不對 那你不是 你幹嘛來拋壞我的櫃子啊 整個報廢掉都不能用耶 裝什麼會 對啊 不會裝會 對啊 那你遇過什麼 我遇過的是 有一個朋友的女朋友 她們家族就是女生 女生很多 就是她們同輩的那 然後是聚餐 她們吃飯可能吃到大概 大概11 12點 最後一道菜上菜一定是甜點嘛 那時候她的甜點就是有布丁 可是因為她那個姐妹很多 然後那個 我朋友的女朋友呢 是年紀最小的 結果沒有吃到布丁了 那時候 她說妹妹妳沒有吃到布丁 結果那個女朋友呢 她就覺得 她就要展現一下她男朋友對她有多好 她就打電話 朋友的媽媽就接了起電話 喂 她說我要找那個誰誰誰 她說這麼晚了 她已經睡覺了耶 她說有什麼事嗎 她說沒有 我要請她幫我買一顆布丁 這應該是不懂事吧 她有點認識 這是不懂真認識 非常不懂事 然後呢 她就因為面子問題嘛 她想要證明說她這個男朋友對她是有多好嘛 所以她就打了這一通電話 然後她媽媽說 買布丁 那可以明天買嗎 她現在已經睡覺了喔 然後她媽媽好說歹說 結果受不了把電話掛掉 掛掉這個女的呢 就受不了了 直接衝到她家樓下 就敲她家門 當天她們就這樣子 為了一顆布丁分手 這當然有問題 這女的不要了吧 這女的有問題 但是我覺得你們男生真的很有問題 為什麼那麼愛gay 不是啊 如果我們的兒子的女朋友打來說 要她去買一顆布丁 要怎麼回啊 把我兒子打死 這種女的還要 那當下她就說買布丁 你是怎樣的手段了嗎 不會自己去買嗎 不會 你這樣說明天來我家 我家有個布袋 到時候看是我蓋還是我兒子蓋 我的天啊 真的有女生 人家媽媽接了還敢這麼任性的要求 太不得體了 這怎麼能 這怎麼能讓 兒子跟這樣的人沾心 你現在講我現在突然有點擔憂了 怎麼辦 你不用擔心啦 你可以跟你兒子說 你把你兒子叫起來 你去買布丁 記得叫他明天來吃火鍋 才燙他 天啊 OK好 果果呢有沒有遇過 男人令你不能理解的脾氣 有就是之前 就參加那個男朋友的高中同學會 然後因為跟他 那個買香奈 叫你買香奈 叫你去香奈 選禮物的 是同一個 因為我們交往很久了 然後 多久 就是五六年了 那很久 還有嗎 沒有了 然後 因為跟他朋友都很熟了 然後 就參加他的高中同學會 然後 我們就是去聚餐吃飯 然後 男生之間 不是都會互相 虧對方啊 是損什麼 就是會講他的 笑話之類的 那朋友就是 就是會 就是多多少少 我都會跟他們聊 就是說 我男朋友怎麼樣啊 就是私底下 怎麼做什麼事情 很糗什麼的 然後他就會不爽 這很合理啊 就是說人家就是可以講他 或是他跟朋友講可以 那我講他不行 那我講他不行 你講了什麼 那方面嗎 沒有沒有 就是譬如說 在家都不 就是常常 不洗澡 然後就 對就是可能 出去玩 然後可能兩三天 不洗澡 或是說就是 在家都覺得 生活習慣不好 然後我就會講給他朋友聽 然後就是 就是求他 或嘲笑他 然後他就不行 他會當場 這個我也不行 我女朋友跟我的兄弟講我的壞話 那當然 不爽啊 這個 不過好像喔 所有的女生喔 大概都要有一點 有一點認識 就是說 男生很喜歡 就是互相虧那個 有關於性能力的那個玩笑 對 這好像無論如何 就要學真理對不對 真的 死都要講 這樣子才有 這個超好 這個超有面子 這個真的有 超有面子 超有 我就當場看過那個 真是不給男朋友面子 男人面子的 不是通常 我們有時候吃那個板豆 或者去外面吃海鮮 有沒有 龍蝦上來的時候 男生就會講 哎呀 這個會在納豆吃 對喔 可以喔 對 你這樣就順 你補一下這樣 這樣 然後他老婆在旁邊講說 沒穿去買蝦 這個超 這個男生就超生氣 這個不行 不行 哇 這個真的不行 這真的不行 一定會不開心 不是 我跟你講 其實我覺得這樣的女人 我們也很難跟你相處 對啊 真的我們也很尷尬 對不對 所以一定要學真理 頂到位 不是 他那個頂到肺正的樣子 有一次我們就是慶祝滿周年 然後我跟我男朋友去 然後我們就很開心啊 就拉他上去玩 那時候他好像肚子有點不舒服 好像得腸胃炎吧 然後就在上面 可能就是不小心的 因為有時候放屁會可能 對 對 尤其有離心理你知道嗎 比較容易 他拉屎喔 對 然後這時候他 他就有把這件事情 跟他的好朋友講 那那時候我也在現場嘛 然後之後我們又再出去一次 就是大家就是很尷尬 就是很安靜啊 我想說不然講出來給大家笑一下 然後我就講了 然後之後他就整個是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 他就說奇怪人家臉綠什麼啊 然後回家他就跟我 就是翻臉啊 就是算帳之類 說你為什麼要講 講這個很好笑嗎 然後我想說 你不是講過啊 你有事嗎 就這件事情你沒講過 為什麼不能再提出來講 可是他講可以啊 對啊 他講可以我就不行 當然不行啊 講很多事都這樣耶 這種窮事 可是他自己都講過啦 面子問題 你要讓他自己講 你不能講 自己講啊 這種面子問題 這種嘲笑的方式講 他當然不會開心啊 真的 對啊 而且這又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情 對啊 對不對 光彩的事情 你得幫他講 還要講誇張一點 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其實男人如果是在自己 就是在外面要面子OK 在家裡其實就應該 就是自己人了 其實就不需要再那麼顧面子 像我老公就是 我女兒 因為他們在台中 我在台北 所以我女兒會拍那個 拍照 拍LINE你知道嗎 拍他的功課 然後傳給我 跟我說 媽咪我這題不會寫 然後我就打給他 然後一邊看打電話說 你不會寫 你爸咧 你爸是怎樣 死的嗎 為什麼沒有在旁邊教呢 因為我爸 他爸爸在台中 你知道嗎 他就說可是爹地說 教功課是你的工作 所以你一定要教 所以他就不教 那我覺得很怪 我就打去罵我老公說 為什麼你不教他功課 他說 不是 不是 我在你們面前要有形象 所以你要教他 這真的 我覺得就很怪 我覺得你把他拿到 我已經要讓我老公 在外面有面子 我現在直接小孩 要幫他顧面子 會不會太累了 我老公在罵小孩 彈鋼琴的時候 我千萬不能 有的時候他真的罵得太過頭 結果他才講一遍 小孩子還沒有辦法練那麼熟 他就會再PETER 都該臉的罵下去 我只要當場就說 好PETER 休息一下 休息十分鐘 等一下再來練 其實我只是緩加那個氣氛 他就會生氣喔 他會覺得 你教小孩的時候 我有插手嗎 為什麼你講 我一講你就要出面 這樣也不對 這樣好像踢起來的確有 為什麼你會很生氣 因為我在教PETER 在練琴的時候 他已經快開竅了 他家在彈一次兩次 已經到那個很重要的時刻 你叫他休息 把他帶走的話 我當然會不開心啦 因為怎麼教只有我知道 什麼時候該讓他休息 只有我知道 你突然進來 就把孩子帶走的話 我當然會不開心 我不高興 認讀而賣就快通了 結果你把人帶走 對 小孩眼淚快通 眼淚都快掉下來了 沒有耶 可是我跟你講 因為我現在住的地方 我住了四年 我真的就是 我的書房 都可以聽到樓上的小孩在練琴 你知道嗎 有時候我都急到快要不行 因為他那個音就滑不過去 滑不過去 就卡住 然後他終於滑過去的時候 我竟然在樓下 啊 開心 那彈鋼琴有時候就會 就那個 就很明顯的那個音卡住 他從那個很簡單的音符 你看四年下來 我就明顯地聽到他的進步 好開心 對啊 因為有的時候 譜上寫得很清楚 是哪一個指法 哪一個手指頭彈 哪一個音 他就是不照這樣彈 難怪他爬不過去 對對對 他一旦改過來的話 他就過去了 所以就有時候在這個當下 我一定要很堅持 是這樣 因為如果停下來 又要從頭來 對對對 專業 一定要很注意這一點 OK 那這個面子可以給嗎 好啦 後來我就有 有躲避 躲避 那你們有沒有做過讓女人覺得很體面的事情 唉唷 講正面的 對不對 當然有啊 因為女人體面你們有面子嗎 當然當然 當然有啊 有嗎 像我太太雨妮 她每年要出國去 我從來沒有說NO啊 對不對 她 我們全台灣都知道 她一年出國四次 沒有 還有 還有 今年還有啊 她今年一月份要去杜拜 都已經安排好了 要去杜拜 她要去我都讓她去啊 而且是很好的一個團讓她去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體面啊 我還有什麼可能 很好耶 可是你可以陪她去就更好 沒有去過杜拜耶 每天不知耶 沒有去過杜拜 那你們有沒有做過讓女人覺得很體面的事情 就是可能大家認為我們的職業 通常都是人家在服務我們 可是我剛好相反 我對女朋友就是會幫她擺碗筷 出去上電車我會主動開車門 什麼東西都讓她閒 嗯 基本配備 對 你知道其實很多 像那什麼之前郭哥跟我說 其實他老婆就有說 你們演藝人員的個性都不會太好 因為我們太常被人家 比如助理啊 對我們很好 然後我們就真的習慣被人家對待很好 可是反過來 其實我們應該要去體貼這邊 我們要去也是要這樣去體 不是說體諒也要對人家好 讓人家知道 其實我們被人家服務的時候 那是因為工作的關係 對 但是這是基本配備啦 蛤 真的嗎 就男生身世的都基本配備啊 我老公來開車門我就走到另外一邊 可是台灣男生沒有車門 真的不會 我會看人耶 我覺得普遍現在的那個環境啊 因為大家資訊比較發達 男生都大多數都會做這個東西 還好 沒有吧 對像剛剛那種要買布丁的女生 我根本不可能的 那個我也會瘋掉 筷子我會放很遠 幫他做我讓他自己去夾東西嗎 那戴思雅你有嗎 我是有碰過就是有朋友跟我不是很熟 然後當下因為我戲那時候正在播嘛 然後他們家人都有在看那個戲 他就百般的希望說我能夠去他家 然後去做客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他們是好像家族聚會 我只有認識他 可是我也跟他不是很熟 他就一直拜託我 然後去了 然後還要幫他們烤肉 他們家就覺得 後來私底下要跟我講 一直謝謝我 跟我講說 讓他們家人可以看到我 然後我就覺得 原來我是做面子給他 了解 那你們覺得 他們這樣做真的是給女生面子嗎 其實我覺得男生給女生面子 相對的就是在給自己面子 真的 因為你尊重我我也會尊重你 因為基本上只要女生看到 就是我女生朋友 比方說我以前的男朋友 就是幫我開車門 或是就是對我比較好的樣子 他們就會很羨慕說 哇 你男朋友好好喔 那其實他就會自己講說 你看條件這麼好的男生哪裡找 那我就對啊 就回給他面子 就自己得到了一種成就感 像我老公每天在網路上都PO說 我老婆什麼時候最性感 我老婆煮飯時候最性感什麼的 看起來是在誇我 但是其實粉絲留言都嘛 是在講說 啊這樣是最貼心 到哪裡找你那麼好的老公 啊雲妮姐真的是太幸福了 留的都是那個啊 不是 所以你現在是 你現在是說 等一下 你現在是說 她在做面子給你 還是她在耍心機 她在耍心機 哇 這我們 你們講到這份上 我們沒有辦法講什麼 單身真好 OK 你們覺得男人就是說 對真理來講 你老公做什麼事情 讓你覺得最有面子 做什麼事 其實我覺得 她只要把她自己顧好 管好自己 不要讓別人覺得有什麼 不要聽到一些閒言閒語 我覺得這就是 對我來說就是最大的面子 這道真 對 真的有時候你說 像很多有緋聞的 你說那個原配要怎麼跟朋友來往 沒錯 沒錯 全世界都知道你老公有外遇 對 真的 真的 那個真理是很不給面子 我覺得你是說到 女人的心坎裡 我真的是這樣覺得 所以我很願意給她面子 要給我那些風風雨 發發吵吵 發發吵吵 對不對 真的 就是給我面子了 沒錯 所以她要什麼 我一定給足她面子 你只要給我面子 我一定給足她面子 我一直在想說 那些被爆出來的 然後都是有頭有臉的人 那這位太太 也有自己的社交圈 對 大家要怎麼幫她 其實很痛苦 怎麼幫她 像這樣的話你反而就是 也不能跟她講 就是你們不能 你要裝沒這回事 有的開口都不知道怎麼講的事情 對 你要裝根本沒有這件事 你也沒聽過 你才能跟她做朋友 不然的話很難再繼續做朋友 而且還有很多事 老公就已經是公開 跟人家走在一起了 對 可是她們又 她又還是原配 我真的覺得那真的是 真的是好 有些女生很不要連累 好難的功課 對 所以男人可以給我們 最好的面子就是 不要給我們這些東西 對 求求你們 很難嗎 很簡單 很簡單 非常簡單 對 為什麼還是這麼多人 不給面子 沒有 我們可以尊敬她們 不是尊敬就是 尊重那是另外一個 奇怪的族群 OK 所以女人認為 覺得給女人最大的面子 就是這個 對不對 那男人呢 認為女人可以給你們 最大的面子是什麼 多貼心就可以了 就是能夠體會男人在做什麼 能夠體會男人的心意 在哪裡 就可以 就譬如說我帶你去吃一個 我覺得一個好好吃的餐廳 你去 但是你吃你覺得不好吃 你不要擺那個臉這樣 瘦瘦 這個會 男生的自己會受傷 你要體會到 那一餐的意義是什麼 我覺得講白一點就是 有什麼事情私底下講 比較好 不要再公開場合 對 你如果在台面上要 因為男人比較多 我這樣講吃軟不吃硬 真的 其實我覺得 做太太的 不要光看到老公一些小毛病 要 對 要多看她的一些好的地方 多看大格局 對 要看大格局 正面一點 小地方像發音不標準 但是不要在乎了 這不重要好不好 而且老師是對你說 對不對 這不重要 我本來想講補一個感人的故事 我講不下去了 下次來講 下次她的機會歡迎 好 我覺得真的 大家 彼此給彼此面子 對 這就是 給面子這件事情 真的沒有誰吃虧 是讓大家比較好相處 舒服一定會相處 那謝謝香蕉哥 希望余副今天的表現 還可以了 心整集我的天啊 卡住了 對 請給我 好 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